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新城武魂主殿被魂这么久 为何还未重新接掌 辉陛下 有一股势力在暗中帮助铁匠协会 阻止我们入住 所以久攻不下 一群铁匠 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惯 邪悦 你带一对魂师前往 别让武魂帝国蒙歇 是 各附属公国的军防尚未稳固 娜娜 再派出一些人严加助手 是 娜娜 我的魂力已经突破七十级了 娜娜 唐妍 你现在的实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我 唐僧大人 谢谢您 也谢谢你们 小白 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 大人 您认为任何人都能拥有海上之光吗 事不宜迟 您赶快吸收那混乱的魂环吧 以他十万年的修为 足以产生相当强悍的魂迹了 香香 你也到达平井很久了 刚才 你杀死的邪魔虎君中 有一头修为郑和审 趁早吸收吧 谢谢三哥 唐僧大人 大人 邪魔虎君王的能量极为霸道 你要小心 我说是 是对不对 我会输出你呢 成为 我的杨柳吧 是邪火的怨念 邪火的怨念 邪火的怨念 那样 快要赶紧之光啊 我的魂力升到五十五级了 小小 恭喜你 不知道小财吸收完 会晋升到什么程度 您是五环帝国来的吗 其实我早就想投向帝国了 只是他们天降机会 守着城门不让通行 小财吸收完 救命 救命 走 铁匠协会会长 如果你愿意合作 或许我还能饶你 你们这些五魂帝国的左狗 死也不会跟五魂帝国合作 在这个大陆上 只有五魂帝国才是正义 谁与五魂帝国作对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场 让大家久等了 小三 你回来了 你的魂力现在多少集了 八十三集 接近八十四集 跟三哥一比 我会念的什么黄金一带 觉得就是辣 哈哈哈哈